好,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就是講西方人民思想的起源 西方人民思想的起源 上次講到唐根藝先生 不用一般的說法 他將西方人民思想的起源 將它推早一點 他不是由一般所講的 由柏拉圖、阿里斯多德那些思想開始 他不是把柏拉圖、阿里斯多德 兩個人的哲學思想 視為西方人民主義的起源 他將它推早一點 推到古希臘的普羅泰哥拉 說人是萬物的尺度 到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講哲學重視 人生道德問題 以普羅泰哥拉和蘇格拉底的說法 是西方人民主義的起源 這樣他將起源推早一點 這樣的說法並不是說 柏拉圖、阿里斯多德的思想裏 沒有人生思想 或者他們不重視人和自然物的分別 不是的 柏拉圖、阿里斯多德的思想裏 其實都是有很豐富內容的人生思想裏 他們亦相當之重視人和自然物的分別 所以他們並不是說沒有人生思想 所以將他們的地位說得沒那麼高 不是的 但是這個起源 或者最初的時候 可能未必是他們 但是 由此而證明到一點 其實西方的人民思想 發展到柏拉圖、阿里斯多德的時候 正正因為他們這些思想裏 有相當豐富的人生思想的內容 所以我們亦都由此而見到他們的思想 是由古希臘的自然思想 升進了一大步 但是 他們是有人生思想的 他們在哲學思想裏面 有人生思想的說法 他們亦都重視人和自然物的分別 但是他們這些說法 其實仍然未曾足以成為 這些比較明顯的人民主義思想 在柏拉圖、阿里斯多德的說法裏面 這個人民主義思想 除了要有這個人生思想 以及人和自然物的分別之外 其實更加重要的 或者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要承認這個主體性 承認人的主體性和整存性 又要承認個人和社會人群 歷史文化生命的感通性 如果你要說到人民主義 不只是說有人生思想就可以 要說到人的主體性和整存性 說到人和其他人的感通 或者人和歷史文化的感通 甚至再進一步 就是要承認人的自本自根 即是要說到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源性 說到人的根源性 在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的思想裏面 不是向這個方向發展 他們的人生思想 其實只是做一些分析的了解 他們對人是做一個分析的了解 例如剛才所說的 是否了解到一個主體性 整存性 人和歷史文化的感通 這些其實不是一種分析的方向 正正是一種整體 或者綜合的方向 但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的方向 走向是對人做一個分析的了解 什麼是分析的了解呢 例如他們對人的靈魂做一個分析 把靈魂分為不同的部分 有部分人的靈魂某部分是扭壞了的 有部分是不扭的 這樣做一個分析 你也不可以說他不重視人 他對人的靈魂 他對人有研究的 他對人有研究的 重視人的靈魂 這是一些人生思想來的 但他對人的靈魂 所做的研究是怎樣呢 就是做一個分析 即是將它拆細 人的靈魂可以分為不同的部分 有些部分是容易扭壞的 有些部分是可以永恆不扭的 這樣做一個分析 這樣做一個分析 即是說 它是講人的靈魂 但不是重視人的整存性 著重分析 測細說的 不是重視人的整存性 這個 柏拉圖阿拉斯多德 他們都會說到人 會有關照 會有了誤 會向往理形 或者向往形式的理性 這樣 這樣 這個 講理性的話 很明顯他們就非常著重 著重 有一大串的理論 講理性 但是去到最後 理性的心 對於理形 對於形式來說 仍然只是一個接受者 承載者 即是說他們很著重 講理性 但是這個理性的心 講到最後 是用來接受這個理形 或者接受這個形式 或者承載這個形式 這個 這個心 即是人的理性 變成一個接受者 接受者 承載者 所以 由此而講 這個理性 就不是真正能夠 有一個所謂自作主宰的動力 在這裏 不是很能夠 所謂自作主宰 這個 這樣這個 帕拉圖 阿里斯多德 他們講關於理性 他們的理論很多 內容也相當複雜 這樣這個 譬如 這個帕拉圖 阿里斯多德 他們鋪陳出來的理形 或者形式世界 阿里斯多德 阿里斯多德 講一個形式的世界 這些都是 非常崇高的理想 來的 理形 或者 形式世界 最高的形式 這些都是很崇高的理想 這些理想 正正 因為它非常崇高 它太崇高了 將人的自作主宰性 壓下去 將人的自作主宰性 壓下去 這樣 這些理形世界 或者形式世界 是非常之高的 高到怎樣呢 超越了人心 是一個形而上的客觀世界 這樣 人 如果要 做到有一個自作主宰的 主體性 剛才我們想說 講人民思想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承認人的主體性 人要有主體性 這個主體性 一定要自作主宰 人如果要有一個自作主宰的主體性的話 但是 面對著這麼崇高的理形世界 形式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 人這個自作主宰的主體性 是很難樹立出來的 很難建立的 這個 柏拉圖 阿里斯多德 他們的哲學 最精彩的地方 其實 是講自然 講數理 講知識論 講邏輯 講形而上學 那些 那些 如果剛才我們想說 人民思想 要講人的主體性之外 還要講人 和人的感通 人和社會的感通 人和歷史文化的感通 這些 這些說法 並不是他們最主要用心的地方 更加講不到 所謂的 自然 哲學 授理 知識 講知識論 講邏輯 講形而上學 這些是他們講得最好的地方 所以 如果要講人民思想 要講人和人的感通 人和社會的感通 人和歷史文化的感通 這些 他們就沒有這麼用心 更加講不到 所謂講到人的 所謂自本自根性 就是自我主宰性 所謂自我主宰 根本在自己 由自己來主宰 我們看看 柏拉圖所講的 最根本的地方 在哪裡 不在人那裡 這個世界 甚至人 最根本的地方 都在於理形世界 理形世界 阿里斯多德 最根本 最根本的 就是在 這個 純形式的上帝 那裡 形式去到最高層 就是一個 純形式的 沒有質料 純形式的上帝 所以 他們都不可以說 是人民主義的思想家 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說 他不是一個 人民主義的思想家 就是因為 他們說 人的根本 不是在自己 那裡 要不在理形世界 要不在一個 純形式的上帝那裡 即是說不到這個 人民主義的一些 比較核心的內容 這個 所以他們不可以稱為 人民主義的思想家 但是這個 普羅泰哥拉 和蘇格拉底的思想 比他們更早 比他們更早 比他們更原始 更單純 更渾存 即是說 在普羅泰哥拉 和蘇格拉底的時候 還沒有進入 對人做分析 理解的階段 還沒有開始做分析 所以相對地 對人的了解 是比較整全 但是去到柏拉圖 阿里斯多德 就開始對人 做一個分析的了解 這個分析的了解 就變成 不是向著一個 整全性的方向去 這個 所以 在早期 普羅泰哥 和蘇格拉底的時候 他們可以說 對人 有一個 整全性 的肯定 是比較多 普羅泰哥拉 是用 感覺的自然 人 作為這個 萬事萬物的尺度 所以說 人 是萬物的尺度 這樣 這個說法 雖然是比較淺薄 這個 也不是說 這麼清楚 這個 但是 至少 他是肯定一個 一個 自以為是 的人 的主體性 至少 他肯定一個 人的主體性 這個 人是萬物的尺度 在這裏 人是能夠自作主 再說到 人的主體性 和 自本 自根性 人 人是萬物的尺度 這個 這個 而 蘇格拉底 在實際生活上 他 並不是很重視 這個 純粹理論的知識論 和形而上學 這個 他 在實際的生活中 其實他比較著重 自覺自制 的 道德實踐 我們看看蘇格拉底的 生平 其實 他的 道德實踐 是最精彩的 蘇格拉底的生平 所以 蘇格拉底 其實 在道德實踐意義上 對人的主體性 作出肯定 在他的實踐上 實踐出人的主體性 在這方面作出肯定 這個 這個 就不是一些 著重分析理論的說法 這個 這個 唐坤毅先生 就把他們兩個 視為 西方人民 人民主義思想的始祖 人民主義的始祖 而這個 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 雖然他們的 治學系統 比較龐大 也有很多人生思想 但是他們 就不是 這個 西方人民主義思想的始祖 他們不是始祖 不過 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 他們的思想 很明顯 就是比 泰哥拉和蘇格拉底 都博大精深很多 複雜很多 架構 所以這個 對西方哲學 對西方文化來講 對西方文化來講 影響大很多 大很多 由此我們就看到 為什麼 人民主義 人民思想 不能夠在西方成為文化思想的主流呢 就是 由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 開始 我們已經看到 這不是一個主流 他們說得最好 最重視的 亦都不在這個地方 而他們的影響 亦都相當之大 所以我們看到 這就是 為什麼 人民主義思想 不能夠成為西方文化思想主流的原因 好 這樣 接著 西方的人民思想 再發展下去 再發展下去 這個 由蘇格拉底 柏拉圖 阿里斯多德 之後 再發展下去的 哲學學派 有什麼呢 有 伊匹河魯學派 以及斯多德學派 起碼有這兩派 這兩派 伊匹河魯學派 以及斯多德學派 其實 都是很重視 人生問題 都是很重視 人生問題 這個 他們 都會實行一些 拔乎留俗的生活方式 即是 他們都會 進行一些生活方式 而這些生活方式 跟一般流俗的生活方式 一般世俗的生活方式 是有些不同的 這個 即是 他們會有些實踐 他們這些派的信徒 有些實踐 例如有些 類似 苦行僧 實踐的方式 這些 這些是 他們是重視人生問題 正正就是 不想跟我們 一般世俗的生活方式 完全一樣 所以他們會實踐一些 跟世俗很不同的生活方式 這個 他們對人生 都有不同的一些體驗 而且那些都是一些 很深刻的體驗 這個 譬如 這個伊匹河魯派 他們很重視這個 朋友 很重視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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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個 斯多角派 斯多角派 裡面 就 有這個 人類平等 世界大同的觀念 在他們的說法裡面 是有這個 人類平等 和世界大同的觀念 那麼這些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 人的 一些很重要的 一些 人民思想 的 一些 講法 這些 這些講法 都很明顯 是比 柏拉圖和 阿里斯多德 他們的講法 是進步的 就著人民思想 來講 那麼 這個伊匹河魯派 和這個 斯多角派 這個 講 重視朋友 或者 港人類平等 世界大同 這些 都是給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 他們進步的 不過 我們都仍然 未曾能夠叫他們 叫他們 這兩派 做人民主言 那 為什麼呢 原來 在哲學上 他們的主張 其實是要求人 仿效自然 要求人仿效自然 他們所講的自然 就比這個 早期的 希臘思想的自然 進一步 這個自然 不只是 物質的意義 的自然 而且 還有這個 理性的意義 有自然律的意義 這個自然 包括這個 自然律的意義 自然律 和理性的意義 這個 這個 斯多角派 就這個 仿效自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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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 順著 人 自然的道德理性 而生活 這樣的意思 這個 這個 他們呢 在這方面 這個 就 不只是 純粹 只是講自然 一方面 他們都會有 講到 道德理性的意義 但是 他們 都缺乏 這個 歷史 意識 缺乏 歷史 意識 所以 在他們的 說法裡面 就會認為 文化 不是必須的 因為 這個文化 不是必須的 這個 所以我們看看 兩派的 哲人 他們 無論是 哲者 聖者 或者聖者 一些重要的人物 也好 他們 都認為 這個 財產 名譽 地位 這些 都是一些 可有可無之物 其實 作為 宗教 信仰 能夠 放下 這些 財產 名譽 地位 都很難 他們的看法 就是 這兩派 都是把 財產 名譽 地位 事作 可有可無之物 更加厲害 比一般的宗教 更加多的 就是 他們 盡可能 要離群索居 遺世獨立 還要不跟一般人一起生活 要遺世獨立 變成 這方面 有點像 中國道家的 一些精神 所謂 猶於物愛 的精神 這個 就是 我們不需要重視名譽 財產地位 甚至 不需要跟其他人一起 一起去生活 一起居住 要 遺世獨立都可以 這一種 就比較接近中國道家的精神 這個 道家的精神 我們以前呢 做一個分類的時候 說法就是 道家的精神 就是屬於這個 外人民的精神 他的精神 相對地 是不入世的 沒有這麼入世的 所以 他是一個 外人民的精神 外人民的精神 而這個 柏拉圖 阿里斯多德 他們表現的 是一個 企務 一個 形而上的境界 形而上的境界 這個 所以這個 柏拉圖 派 所以 的 說法 就是這個 企務神的境界 表現出一種 超人民的精神 所以 就算是後來的新柏拉圖 牌 也 並不是 這個 人民主義思想的內容 也不是一個 人民主義的 所以 這個 我們看到 這個 柏拉圖 阿里斯多德 就不是 他們的 學問 是很好的 學問是很好的 他們對人生 也有很多的看法 這個 伊匹溝魯派 斯多德國派 他們也很重視 這個 人生的問題 重視人生的問題 但是 這個 都會容易 表現成為 一種 超人民的精神 這個 他們 剛才說過 這個 他們可能會主張 這個 遺世獨立 這個 一般的事物 都是可有可無 這樣的一種精神 可以說是一種 超人民的精神 超人民的精神 並不是一種 人民主義的思想 所以 在這裡 我們的說法 就是 柏拉圖 阿里斯多德 之後 的伊匹溝魯派 斯多葛派 都 不是 這個 所謂人民主義思想 的源頭 他們的說法 都不屬於 這個 人民主義思想 的 內容 來的 好了 這樣呢 去到 羅馬 再發展 就去到羅馬時期 羅馬 西塞羅 羅馬時期 這個西塞羅 被稱為一個提倡 人民教養的人 也都可以 把西塞羅 有些學者 也都會把他 視為西方人民主義的始祖 就不像唐先生那樣 把這個始祖 推給這個 普羅泰哥拉 有些人 就是會把西塞羅 因為他說人民教養 所以 就會 將他作為 這個 西方人民主義的始祖 不過 在唐先生的說法裡面 剛才也說過 西方人民主義 最初 其實是由 古希臘的普羅泰哥拉 開始 而發展到西塞羅的時期 唐廣藝先生 其實認為 這個西塞羅 是可以代表西方人民主義 第二階段的發展 第二階段的發展 西塞羅的思想 其實都頗受 斯多葛派的影響 所以西塞羅的說法 其實都可以 視為斯多葛派的內容 在西塞羅的思想裡面 他特別重視 人民教養 特別重視 人民教養 西塞羅和 斯多葛派有些不同 西塞羅是一個博學多文 文采換法的人 西塞羅的演講 尤其是很著名的 西塞羅盡量提倡 西塞羅的文化 希望可以順服 原始粗魯的羅馬人 希望用這個 西塞羅的比較高級文化 能夠順化到 比較原始的羅馬人 所以西塞羅 提倡人民教養 要講人民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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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要羅馬人 承認和承認和學習古希臘人的禮儀文化 即是說 我們那個 我是希臘人 希臘人的文化禮儀 比較高級 西塞羅的 沒有那麼高級 所以你們就要學我們的文化 所以西塞羅既然提倡人民教養 他就是要羅馬人承認和學習古希臘人 所以這個 這個要學回頭 他承認這個要學回頭 這個 羅馬人是用武力征服希臘的 羅馬在上流社會 或者在文化上面 他們覺得 不太好 因為他們的天下 羅馬人的天下 是打回來的 用武力征服希臘 打回來的 所以在文化上 他們覺得自己是不及不上希臘文化的 羅馬的文化 他們覺得不及不上希臘文化 所以羅馬人這種對文化的向往 代表一種 用武力征服希臘 這種文化 可以代表著 野蠻、粗魯、質疊的羅馬人 他正正就是 好像之前說過 文和質的關係 羅馬人就是希望由質 變成文的 這個 這個 也是 羅馬人想由原始的人 變成所謂人民的人 原始的人 要成為人民的人 這個最原始的人 是什麼人呢 就是自然人 自然人 自然人 有自然的感覺 自然的情慾 這個 由此而 看到人 是需要有文的 即是說 普羅泰哥拉所說的自然人 發現了這個文的價值 這個 而這個文的根源 在希臘文化裡 相對於羅馬來說 古希臘當然是比較古老的一些傳統文化 而西塞羅和羅馬人 就要承認 這個傳統文化 和傳統文化 是有所感通的 所以 於是西方人就開始有 人民歷史儀式 所以 到了羅馬 西塞羅 這樣的時期 西方人開始 比較著重 歷史儀式 由此而形成 西方人民主義 由第一階段 發展到第二階段的 一個大躍進 這個 好了 這樣介紹西方的 人民思想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說說 多謝大家